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塑料盒这样的 看起来我买的颜色叫translucent 看起来还不错 待会上脸试一试 我另外还买了两个眼影盘 一个是too face的chocolate 这款我是看到很多美妆博主都在用 因为斯富兰前两天有一个金卡的成员打折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里面闻起来特别像一样 OMG就像巧克力一样 好饿好饿好想吃 很漂亮一个盘 今天我也用几个颜色给大家看一看巧克力盘 这是一个 还有natasha denona的这个盘 natasha denona我们知道就是贵的变态 其实我一直不在想买它的东西了 但是前两天要看到 因为star palette这款 它叫star的这个就是它最有名的一个 我想我再买一次吧 因为正好赶上打折 就买来试验一下 里面非常漂亮 我第一天买来的时候 就swatch了一下这个颜色 特别不好 像飞粉飞的 像下雪一样 不怎么样 这个颜色 但据说其他的颜色都特别好 除了这个颜色 这颜色叫什么呀 这个颜色叫galaxia 除了galaxia不好以外 你看 全都飞的到处都是 除了这颜色以外 其他听说都不错 今天呢 我也拿它来试一试 还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也是刚刚新出的产品 就是这个贝林飞的这款blush 贝林飞的腮红 它里面有腮红 有一把小刷子 还有 拿不出来 还有一个有点像那个高光的东西 特别可爱 你看这包装 这包装太棒了 我是很喜欢包装好的东西 让我买的时候觉得花钱很值 也觉得很快乐 五种颜色 你可以单独的买它 全部放在一个小盒里面 然后送一把小刷子 看 看这个 这上面印的这个 这个东西 看看有多漂亮 看这个印的东西 有聚焦吗 有 应该有聚焦 超级美 看 每个小刷子掉了 小刷子就放在这里面 这包装太漂亮了 大家看看 这可能是很像高光一样的东西 很上色 超级美 我今天也把它涂在脸上试一下 还有Fenty Beauty的 好 度我宝宝这两天问我 Fenty Beauty的东西 应该买 我觉得是这样的 Fenty Beauty它的粉底 我有在这儿 我用过 太干了 干皮宝宝一定不要用 我是油皮 我都觉得干得不得了 我今天买的呢 是它的Lip Paint 是新出的这个红色的口红 待会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了 很漂亮 刚刚刚刚出的 非常新的 那现在呢 在化妆之前呢 首先我要涂上润肤膏 然后再prime我的脸 既然这个是给干皮 那我们用不要太滋润的 用这个冰淇淋霜好了 马上就用完 这小管其实特别好 就是包装太小了 用了两天都没有了 但是我的夏天必备 用了正确的 没有比它要在夏天 护肤更清爽的东西了 尤其是油皮的宝宝 豆鸡的宝宝 这款太好用了 好今天防晒呢 我想用点隔离的东西吧 我们接着用这个LT MD 夏天我一般脸上都用它 太清爽了 也是无油的 而且你一定要不要小气啊 猛猛的擦上去 多擦才能起到防晒的效果 你看我擦多多 看见了吗 要这种效果才可以 一定要擦上这样的防晒 你才能真正达到 就是说你出去以后 防疫紫外线 你们都知道 我其实不喜欢白白的皮肤 我觉得我小麦色的皮肤 更好看太多了 太多了 但是我跟你们讲哦 你不防晒的话 你就别提其他的护肤了 防晒是护肤当中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步 以前我经常去美国的时候 看我那个皮肤医生 我说说你能给大家一条建议 你多重功效的 让你的皮肤更好 那是什么呀 他说非防晒莫属 你一定要防晒 所以啊 宝宝们 一定要防晒 让这个防晒吸收一下 记住擦上15分钟以后 再出门 才能有效 这个是广谱防晒 是 既是physical的防晒 既是物理 又是化学 所以一定要给他时间 让他 开始工作了 再出房间去 你要是一开始 刚擦上去出去 他还没有时间 开始工作来护阳光 我今天为什么说还这么累啊 先拿点水喝 基本喝完了 这是可可乐公司新出的 叫可可可乐 这个在香港我有买到 在国内还没看见 它是减慢糖分摄取 减少脂肪的 这么一种饮品 我自从发现了以后就开始喝 喝太多肯定对你没好说 但是他说减少脂肪摄取 那就赶紧喝点吧 好那现在我这个 差不多了啊 我就擦上点这个 J1 Jellopack Dramatic Firming Skin with Improved Blasticity and Pore Smoothing 这款J1的妆前乳 最近因为毛孔觉得比较大 大家说 让我推荐毛孔的东西 这款其实也是不错的 还有就是它持妆蛮持久的 它能让你的脸一下子紧致一点 有人把它当面膜 说特别不喜欢 我很爱把它当面膜 我当妆前乳的话 我个人 个人节的粉底 上脸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我们今天现在试一试 我新的这款 可能用 绝对用不了那么多 我应该放回去点 哎呀 怎么办呢 我为什么要挤出来这么多呢 是怎么想的呢 好 全都出来了 就这样吧 刚刚浪费了好多 哎呀 Perselan这个颜色 可是也不浅 我买的应该是比较浅的这个号了 但是都没有觉得浅 它确实是medium to full coverage 不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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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瑕的那种 如果你没有很多痘痘要遮的话 一层就是比较自然的那种效果 倒是很服贴很服贴的感觉 嗯 喜欢自然妆感的 应该会觉得 这款粉底不错的 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它遮瑕力稍微弱一点 但是在脸上还蛮清爽 还不错 现在感觉中心感觉很服贴的样子 我拿一个 修容棒稍微修一点 修容棒不是这次买的 修容棒是特别普通的 爱丽小屋的 然后遮瑕呢 我用一下Sephora这款 因为我觉得 稍微给眼睛底下提亮一点吧 擦这个遮瑕里主要看看 这款粉底跟针迦膏 它的配合程度 跟修容膏的配合程度怎么样 现在看还是很不错的 遮瑕是有的 蛮服贴的 最近我发现一个事 我想跟大家聊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国内的人 他特别想让女孩看起来清纯 仿佛只有清纯的女生才能美 当然我觉得清纯的女生 也有很多很美 但是 为什么一定要清纯呢 你看过哪个有作为 有权力 有金钱 有社会精力 有power的女性 哪个是清纯的 历史上你看看 慈禧太后也好 是武则天也好 哪个是清纯的 清纯的代表呢 就是无公害 小白兔 没权力 很弱 需要人保护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歧视啊 就是说你未经世事 什么都不懂 又傻乎乎 又小又弱 那你是清纯 对吧 是设施卫生嘛 什么都不懂 能量又很小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年十几岁的时候 清纯是很好的 很美的 也有很多美丽的女孩子的清纯很好 但是 为什么我二三十岁的人 我还要追求清纯啊 有病啊我 我要追求女王范好吗 去 清纯啊我 用这个新的粉底啊 我是要追求 看起来有power 力量 很健康的女性 so I rule you 我来管辖你 清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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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可能清 就真正受过高等教育 读了很多年书 在社会上不怕滚倒很多年 有权力 有power 有金钱 有势力的女生 你说她怎么可能清纯的起来 她一定是一种成熟的欲解范 有一个阶段是很好了 年少女时期嘛 十几岁的时候都清纯 没有人不清纯 因为那时候你就是奢侈为生 你就是个小孩 但是之后 各位要求清纯 有病啊 就是我就是我 喜欢什么样是什么样 我个人呢是很喜欢欲解范的 所以呢 宝宝们随便了 但是我就是指出 如果全社会对美的定义 只有清纯的话 那一定是这个社会对女性的看法有点问题 有机会再来慢慢讲吧 今天就先讲到这 就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 比较奇怪的这个想法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你喜欢清纯也OK呀 无所谓呀 你喜欢什么样的什么样 好吧 只是有感而防啊 好 现在呢 画眉毛 眉毛没有新的产品 我还用我一向心仪的这个Dior Shell Brow Stower 哦对了 还有上次宝宝问我用什么颜色 我用的是001 Brown 棕色 其实眉毛呢 我建议大家不要用黑色啊 即便你的头发很黑 用黑色的话呢 会显得你整个人很闷很沉 试一试棕色 我觉得整体的妆容呢 会显得比较干净比较服贴 啊最近也没有看什么好的电视啊 我最近什么都没怎么看 那是我迷上的那种美国的那种stand up comedy 就是站起来脱口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了一个女孩叫Ali Wong 她是很黄很暴力 在腾讯视频上16年的时候传的很暴 她刚刚又出了一个新的 是讲她生孩子以后的事的 超黄超暴力 绝对是我的菜 然后你们讲一个特搞笑的事 我有个朋友呢 去看她的演出live 就现场去看 然后她中间呢想去上厕所 但是呢 因为这个太精彩了 她又不想错过每一段她这个笑话 她一直没去 但是太好笑了 笑了她不行了 然后她真的尿裤子 她知道我在这讲这个笑话 一定会打死我的 但是我不说她的名字好了 今天好像眉毛画的不错啊 It's good eyebrow day 所以呢建议宝宝们去看一看 有人问我怎么看这些节目啊 我是在Netflix上面 世界上呢现在呢Netflix 全世界只有几个国家没有 好像是古巴北朝鲜 还有就是中国大陆没有 我估计你可以在就是国内的一些 视频网站上找到 超搞笑 顺便呢还可以学一下英语 虽然她学的都是不好的话 很流氓的话 不过那也有用啊 其实你在学一种语言 最快的是学怎么学我爱你 然后呢就学骂人的话吧 至少我是这样的 原来上学的时候 我就学过日语 还学过俄语 然后都是先学骂人的话 很快就学会了 哎 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现在看Cat王帝这个 还不错啊 哦对了我还怕的是吗 还有一个 我们有新的这个 妻子的妻子的妻子的妻子 可以用耶 TOO FACE 哇 UNICORN也是那个独角兽的 这一系列里面的 TOO FACE的这个叫什么 Festival Refresh Mystical Effects Setting and Refreshing Spray 不光是这个定妆喷雾 它是去妆 它会自带有一点就是 亮的这个感觉 我看是不是啊 我都忘记了 我这个新的 太棒了 哦 Apalance Pearls 对这个擦上脸会亮点 我们先喷出来 试试来免得太亮不好看 但是蛮好闻的 就糖果的味道 哇 就是喷上脸上会觉得 这种奇特的光 这种奇怪的这个亮啊 NGG装还好 不奇怪不奇怪 我们就看看它的定妆效果怎么样 反正我们今天用的 都是比较强的定妆 这个Cat on D 这个也是Lock It 中间有个Start 这个Selfon 也是Lock It 也是定妆时间比较长的